魏无羡和蓝忘机跟着孩子们往镇上走 却让圆爵小和尚扑了个空 魏公子 蓝公子 紧扣院门不见开门 也不见有人回应 圆爵小和尚就知道里面的人外出了 也不再耽搁 一溜烟的又跑回了惠明方丈的禅房 圆爵小和尚对着惠明大师端正行了一礼 才道 师父 我没有找到魏公子和蓝公子 应该是出门去了 自从魏公子那三个孩子来了四里之后 闲院里的笑声就没断过 这两天天气回暖 正是观赏丹景山春色的大好时候 他们肯定也出去了 阿弥陀佛 惠明大师念了一声佛号 才对与他对坐的人说 还真是不巧 这是一位形容青瘦 满头白发 脸上已经爬满了皱纹的老人 老人姓慕 丹明惊 自从生 慕从生听得圆爵小和尚的回话 老眼里刚亮起不久的希望又黯淡了下去 哀 慕从生摇头叹了口气 眼底全是悲凉 家旺出了事 慕从生便四处奔走 希望能找人帮着查明真相 为家旺洗脱冤情 县官大人心里如何作响尚且不说 里长有心相助 却也束手无策 政务样样俱全 更有正人在旁 怎么能喜倾家旺杀人的嫌疑 可慕从生始终不相信自己那个淳朴善良的儿子 会杀了钱老爷 别说他不信 接放邻居 左邻右舍 谁也不信 慕从生虽在大义镇上开了一个私塾 也不过是给附近的孩子启蒙 教他们认一些字 不做睁眼瞎罢了 树修收得极少 都是乡亲们自己掂量着给点 家里富裕的 多给几个大钱 一挂腊肉 家里困难的 小半袋古米 或是豆子 甚至奢欠着 他也从不计较 慕从生的儿子慕家旺是个好的 虽然不是读书的料 但为人本分老实 连街头的流浪狗 也不舍得欺负 何况杀人 与旁人相处 那也是宁可自己吃亏 也不会贪人便宜 虽然慕家旺不喜欢读书 违背慕从生的意思 做了行走的货郎 可也是一个诚实守信的 慕从生父子早就商量好了 等存了足够的银子 就和家搬到霍州城里去 霍州城有一位大儒 开了一个霍州学府 四里八乡 但凡是书读得好的 或者有些资质 家里条件许可的孩子 都渴望去那里读书 小杰是个会读书的乖孩子 也一心向往着霍州学府呢 慕从生一家和和美美 日子本来过得挺好 却不想闭门家中坐 或从天上来 几天前的傍晚 家旺回家 一家人正高高兴兴地围坐吃饭 忽然一群衙衣闯了进来 不由分说 就抓走了家旺 家旺口口声声的冤枉 就宛如一把把利刃 捅得慕从生体无完肤 痛断肝肠 慕从生知道 家旺不是做了不认的人 这里头定然是有天大的冤屈 可里长也说了 如果不能找到确凿的证据 抓到真正的凶手 家旺的这个案子 就没办法推翻 更有苦主一双前夫人 咄咄逼人 催着县官老爷 尽快处决家旺 为前老爷偿命 幸好县府师爷 跟慕从生有几分交情 也算是看着慕家旺长大的 可怜慕家遭此横祸 这才出面帮忙 有了师爷的劝说 县官老爷才肯再多给慕家三天时间 若是限定时间内 找不到真正的凶手 拿出确凿的证据 慕家旺就会被当作杀害前老爷的凶手 押赴刑场 当众处决 听到这个消息 不说慕从生一家人 如何悲愤伤心 却又不得不强达起精神 四处奔走 找人帮忙 该找的他们都找了 不该找的他们也想尽了办法 都说这事是铁板钉钉 无力回天 让他们死了心 更有甚者 劝慕从生先准备后事 短短几日下来 慕从生整整老了十岁不止 人也瘦了一大圈 前日 是逢慕从生出门在外 前夫人使人上门 来指着慕从生的老妻和儿媳妇 就是一通披头盖脸的臭骂 前府下人还抡起板凳 调棍 想要冲上来砸了慕家 好在周围的街坊看不过去 帮忙拦着 这才没闹出大乱子 就算这样 婆媳俩也是又急又气 又怕又恨 慕从生的老妻身体本就不好 又被一番羞辱则骂 气得当场就晕了过去 前府的人担心闹出人命 这才骂骂咧咧地走了 慕从生得知此事 更是恨得连连跺脚 可他也不敢上门 去找前夫人理论 毕竟前老爷确实是死了 万般无奈之下 慕从生才听了老妻的劝说 来白云寺寻慧明大师 帮忙为慕家望补上一挂 算一算吉凶 看看还有没有救 毕竟慧明大师补挂之术 成名许久 从无落空 虽然慧明大师对外早已封挂 但看在与他二十余年交道 想来这个忙还是肯帮的 慧明大师 禁不住慕从生老泪纵横的恳求 终于破例给慕家望算了一挂 这一挂让慕从生死寂一般的心 又迸发出希望的火苗 绝处逢生 慕家望的挂像是绝处逢生 吉挂 吉人天象 绝处逢生 听到慧明大师的解释 慕从生泪流满面 这说明 家望的事还有转机 可转机又在哪里呢 慕从生欣喜之余 仍然忧心忡忡 慧明大师却一副果然如此的模样 双手合十 念了句阿弥陀佛 转而跟慕从生说起了 最近寄宿在白云寺的两位公子 慕从生虽然见识不多 可也知道慧明大师的品性 必然不会在这样的时候 还跟他道三不着两的 能让淡漠的慧明大师 这样推崇的两位公子 绝非凡人 说不定就是能为家望带来生机的人 慕从生提出 希望能见一见这两位贵公子 慧明大师果然点头 立即让圆爵去请 却不想他们都不在寺中 见慕从生 瞬间像被抽去了精气神 唯米下去 慧明大师又念了句佛 才劝道 牧师主不必如此 有缘 定会相见 阿弥陀佛 多谢大师 慕从生站起身 对着慧明大师 恭恭敬敬地行了一礼 知道了挂文 又知道了接下来的方向 慕从生也就不再多坐停留 毕竟家里只剩老弱妇孺 他担心潜伏的人再来寻衅滋事 当即起身告辞 慧明大师知道他心急 也不阻拦 直到慕从生的背影消失在白云寺的山道上 圆爵小和尚才开口问道 师父 蓝公子和魏公子真的能救牧师主的儿子吗 圆爵小和尚很疑惑 那位整天笑嘻嘻 喜欢逗他的魏公子 除了照顾蓝公子 就是到处溜达 连佛堂也少有迈入 不像是能顶事的样子 蓝公子虽然看起来端庄可靠 可身体未免也太差了 来白云寺一个月了 也就最近几天身体才好一些 这样的两位公子 就算是仙门修士 能帮上忙吗 惠明大师眺望着远方明媚的春景 半晌才低声道 该来的 躲不了 该去的 留不住 一切自有定数 阿弥陀佛 贵人天生祥瑞 所到处定能恩泽一方 啊 圆爵小和尚 摸了摸光溜溜的脑袋 似懂非懂地看了一眼一脸 高深莫测的惠明大师 滴滴硬了 哦 惠明大师自然知道 圆爵不明白 也不做解释 只慈祥地俯着 圆爵小和尚的光头 懒小公子和魏小公子 可好相处 听惠明大师提起 新认识的朋友 圆爵小和尚连连点头 好 他们都好厉害 还会飞一边说 一边指着 被寺院院墙围起来的天空 我看到他们遇见 一下子就飞去了好远 哦 惠明温和地笑笑 连连点头 师父 他们那么厉害 是跟谁学的呀 啊 还有那个小姑娘 更厉害 她不用剑也能飞 嗯 一老一小的身影 消失在白云寺门后 声音渐行渐远 好不容易有了一丝希望 却没有等到人 过来 见果然是沐丛生回来了 立即迎了上来 七嘴八舌地问好 沐爷爷好 沐先生好 见到都是熟悉的面孔 还有不少是自己的学生 沐丛生这才松了一口气 问道 你们不回家 围在这里作甚 家里出了事 私塾已经好几天没开门上课了 大家都知道她家的情况 家长们也并没有催促她复课 按理说 这些孩子不应该围在她门前才是 一个年纪略大的孩子站了出来 对着沐丛生行了一礼道 先生 小杰带了客人回来 客人 什么样的客人 沐丛生很惊讶 家里出了这样的事 除了街放四邻 还有谁会愿意登门 真的 沐爷爷 您进去看看就知道了 一个年纪略小的 邻居家的孩子活泼泼地叫道 沐丛生点点头 好 转而又道 时间不早了 你们都回去吧 再晚一些 家里的大人就该着急了